年金改革是蔡政府转型正义中重要的一环 在经过20场职业别会议和4场分区座谈后 将在21、22号进行国事会议 不过旗舰仍然很大 加东年金改革行动联盟要发动3万人到中研院现场抗议 环宇新闻就透过了社群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 年金改革议题在35到54岁间讨论度最高 到有超过5成的关注度 至于65岁以上因为是改革直接冲击的族群 也成为此议题中粘着度最高的关注群 年金制度的改革已经急迫到 现在不做马上就会后悔 从去年6日3号年改会第一次开议 蔡文坚决年金改革势在必行 经过半年多历经20场年改会议 4场北中南东分区座谈 加上21、22号年金改革国事会议这一集 但年金改革争议仍旧持续 年金改革是蔡文政府转型正义重要一役 也是蔡文市政中最棘手的一环 改革不仅牵涉军工教18%优惠定存 甚至秦岭年龄也要延后到65岁 在历经扁马政府失败收场 蔡文还想在一年内有显著共识 困难度自然不在话下 推挤拉扯景明对立冲突场面接连上演 眼看21、22号年金改革国事会议就要召开 卫议仍透过网络平台进行大数据分析 最关心年金改革议题的是 35到54这间的族群 因为攸关未来退休金将受改革者 讨论度最高破五成 而另外65岁以上因牵涉18%优惠定存者居多 改革也会立即受到影响 因此讨论年轴度最为剧烈 可以弹性一点 就是多一点长期的规划 然后真正去评估每一个人的生活状态 觉得退休金领的太多了 对啊 变成是说很多事情 没有钱可以去实施这样子 65岁才能领到的话 那很多人如果提前退休怎么办 经过一段时间 大家能够有一个共识比较好一点 随机街坊民众普遍认为 年金改革牵涉层面广大 蔡政府应三思 随着各地冲突四起 各职业别开始发生 根据网络数据分析 普遍讨论性别比男性对比女性为8比2 先见男性网友对于话题热衷度 年金政策牵涉世代公平正义 这烫手山域 蔡英文政府怎么改革 又是另一个困难战场 欢迎讯讯人严俊强 蔡基林 台北报道